这是你绝对惹不起的一个女厨师 看她深邃的眼神 隶俗的道法 就知道女人身份不简单 本想平平淡淡当个厨子 却非有混混要来搞她的餐厅 这一天她准备吃个夜宵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响 女人放慢动作 趴在墙壁一看 门外进来两个一蓝一红的小混混 手上还拎着汽油 进来之后二话不说 就开始四处挥洒 这是要把餐厅给烧了呀 正当两人争论 谁来点火的时候 突然四周陷入了一片漆黑 在两人一脸懵时 女人冲了出来 给两人一顿胖揍 用平底锅把两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五秒过后 厨房灯亮起 女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拽起小兰一看 玩得凉凉了 不过女人也没有惊慌 而是淡定的先把二人拖进了冷库 拿起小兰的手枪检查了一下代夹 就开始给丈夫拨打电话 卡莎本是前苏联一名顶级的特工杀手 因为厌倦了高官们的耳于我诈 刀扣天雪的日子 所以提前退役消失 跟丈夫约翰开了一家还不错的餐厅 本以为从此能够过上幸福充实的生活 不曾想她的老公由于之前生意亏损 欠了不少的高利贷 而卡莎却毫不知情 还对餐厅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这一天 好友过来找卡莎谈心 两人小酌一杯 很是惬意 由于天色已晚 卡莎就让老公送她回家 没有想到两人刚到地下车库 就碰到了黑老大的儿子科尔过来讨债 约翰极力的祈求对方再给点时间 毕竟餐厅现在刚有起色 不料科尔仗着有一个混黑道的爹 很是嚣张 没说几句话呢 就让手下一枪给好友的脑袋崩了个头 还把梦并庄的约翰扣下 让小弟却伤了他的餐厅作为利息 不曾想这俩卧龙凤厨还没有所作为 就被卡莎干掉 随后卡莎就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人却是科尔 他疯狂的口吐芬芳 科尔警告他 最好赶紧离开你那倒霉的餐厅 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近日 卡莎也回怼科尔 告诉他最好不要给脸不要脸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的险恶 说完就挂了电话 开始从长记忆 科尔懵逼后却发现约翰早就跑了 卡莎回过神就听见动静 正准备一枪送他归系 没我想到是约翰担心他跑了回来 听卡莎讲完事情的经过 就打开了冷酷的门 此时的两个混混已经变成了冰棍 约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接着一五一十的说自己欠了百万的高利贷 就是把两个人的腰子都嘎了也还不上 卡莎听后竟然很淡定 表示既然已经这样 那就不要还了 反正也是不应之财 随后他也跟约翰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还掏出了藏在厨房食材里的半自动机枪 约翰虽然有些懵逼 但却说这一伙黑帮也不是擅长 而卡莎却微微一笑的说 惹上我才是他们的噩梦 不久后约翰主动找上了黑帮的老大 说自己会把钱还给他们 劝他们不要打餐厅的主意 同时还表示你儿子不懂事 你不会像他一样的 可黑老大的回答却让他很失望 因为就在刚刚 他已经派人带着武器 必须烧了他们的餐厅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另一边 三个混混拿着武器就闯入了餐厅的后厨 可他们有点倒霉 碰到了卡莎这个顶级特工 一番操作猛如虎三下无除二 就弄死了几个小混混 几个倒霉但连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 就被扔进了冷库 卡莎深思熟虑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毕竟自己还要做生意呢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打电话给曾经的搭带安妮 当初卡莎不辞而别 让安妮对他很是气愤 不过此时听到卡莎有难 没有丝毫犹豫 他就答应了下来 还告诉他 就一个小黑帮 看把你为难成啥样 说完便挂断电话 带着狙击手老公准备上路 不久后 克尔带着小弟准备用燃烧瓶再次偷袭 而此时的卡莎却在厨房摆弄着枪械 以防不备 看他那洒脱的样子 仿佛是在过家家 突然 克尔两人的谈话 被卡莎从通风管道听到 这倒霉的小弟 在克尔的授意下 顶燃了燃烧瓶 下一秒就被卡莎一板子拍懵了 燃烧瓶一点没浪费的 丢在了自己身上 克尔看着这个废物顿时无语 这些手下到底都是什么玩意儿 与此同时 安妮已经带着老公和双胞胎女儿 全家出动 这女人看似温文尔雅 实则是一个很辣的母老虎 黑老大呢也是搞笑 派出两人不行的 又派出了两人 你说你这一次 就不能多派几个人吗 说到底还是小看了卡莎 这两混混混进了厨房 就遭到了卡莎脱袭 老黑被关进了储藏间 就剩下这个压抑男 子弹打完 两人就开始近身肉搏 这人仗着自己学过点功夫 就以为天下无敌 但很明显 他还是太嫩了一点 遭到卡莎的无情殴打 没用几个回合 卡莎就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可把储藏室的小黑看极了 恨不得自己出去参战 随后卡黑就将男人 推上了削肉片的机器 直接让他成了碎片 猪一幕 可把老黑吓尿了 幸亏自己没有出去参战 当卡莎打开储藏室的时候 老黑吓得活命不附体 这辈子会说的软话 基本都说了个遍 不过卡莎也没有搭理他 直接薅过来 卡莎就把他的手按在了油锅里 随着油锅温度的加热 老黑把黑老大的全家都卖了个遍 卡莎看老黑如此配合 就放了他一条狗命 让他做个好人 与此同时 黑老大派人假装路正 封锁了去卡莎家的道 就连巡逻的警车见到 也被忽悠的直接掉头 可这时安妮带着全家开车来到了这里 还没等他忽悠完 就一枪给他崩了 完事后就开车绕过路障 继续朝卡莎家驶去 黑老大父子看派去的人都没有消息 不禁也警觉了起来 准备花证金找一批雇佣兵一雪前耻 而约翰也返了回来 决定要跟妻子同生共死 没多久 一群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来到了餐厅后处 没有想到里面一片漆黑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这时领队的女人发现 地上流淌着自来水 而旁边的发电机正在不停的缠着丝线 这让他警觉了起来 顺着丝线一看 镜头处就拉下了电闸的开关 瞬间几名雇佣兵就垫麻了 卡莎趁乱就冲了出来 开始无差别的射击击几人 见对方人员太多 转身就跑 当敌人追上来时 就被准备好的约翰一喷子打倒一片 这时敌人扔进来了一枚烟雾弹 此后就借着烟雾的掩护 冲进来了一群人跟二人站在一起 双拳难敌四手 卡莎就边开枪边撤退 来到吧台边就一跃跳了进来 没有想到此时的约翰已经腿部中枪 卡莎怒火被点燃 起身又是一波射击干掉数人 不过两人现在子弹已经打光 只能肉搏 正当二人在做深情表白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厮杀声 没用几秒钟 剩下的雇佣兵就被赶来的安娜轻松干掉 两姐妹见面少不了要一番寒暄 突然 一名没死的雇佣兵想要起身偷袭 随着一声枪响 敌人被安妮老公用狙击枪干掉 此后姐妹二人说起了当年卡莎离开消失的事情 她的离开给安妮惹上了不少麻烦 上一秒两人有说有笑 下一秒两人就干在了一起 两个人打得不相上下 那两个好爷们也许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能在一旁看戏 打着打着卡莎回手就是一刀 正中安妮的肩膀 但是不动 一点都不痛 打到此后 安妮败下阵来 还是掏出了手枪 但是她却始终不忍心向卡莎开枪 通过约翰跟安妮的沟通安抚 竟然让她释怀了 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此后 安妮就跟温柔的丈夫一起离开了这里 而仅剩的一名雇佣兵 正向黑老大走来汇报情况 可还没有等到走到跟前 她就倒下晕死了过去 等到黑帮爷俩走到了跟前 她却诈尸开枪了 剩下的客人想要逃跑 却被卡莎堵个正招 没有废话 一枪就送她上路 原来雇佣兵是卡莎的老公伪装的 就这样 两人解决了所有的麻烦 可以安安心心的开餐厅了 这次电影《雏娘杀手》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